欣赏舞台剧的演出 对偏远地区的小朋友来说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为此 纸风车文教基金会 推动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集合大家的力量 将舞台剧搬到全台湾 319个乡镇演出 陪全台湾的小朋友 一起走上第一礼路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不是为了下一代 其实这一代的时候 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 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小孩子笑 演戏给小朋友看 一定会让小孩子笑 台北市可以看到的 某些表演在城乡市没办法看到 所以觉得那时候就发一个愿意说 那这样好不好 到全台湾319个乡镇 去演戏给小朋友看 当后来开始演出的时候 当所有人看到 我们是很诚恳地在做这件事 当他们看到那种舞台 是跟国家剧院一模一样大 整个灯光跟音响是非常专业的 那个内容也是真的是特别训练 他们认为这一群人是非常认真在做这件事 所以那个整个木款的东西就来了 那对小朋友来讲 他们可以透过表演的某个不同的表演形式 我想可以留在他们脑海里面 那这些东西 也许现在不怎么样 也许在长大的过程中 它变成它人生改变了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撞击的力量 台湾的桥包在国外的桥包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心老是放80%的心情是在台湾这个地方的 那我觉得我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 不要因为选举或什么东西才回来 是能够尽量回来这个台湾走入各个 他们之前没有去过的城乡 就像我们的演员一样 他们的整个活动的过程 他们跟我们讲说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 台上的气氛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 孩子们天真的笑容 正是我们未来的希望